超人真少年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有沒有看到這個完全平常不一樣的服裝 跟不一樣的復古背景 從這集開啟其實我們會連續六集 因為跟LineWid合作我們想要拍出一些 不太一樣的新系列的超人真少年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 歡迎你可以按讚或多多分享 然後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來支持我們拍出更多有趣的影片喔 好的 那這一集 是不是跟以往不一樣我們這一集要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背景跟這可愛的房子 是我的老家 是我從小出生的地方 那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住在這裡了 但是我的爸媽還是住在這裡 就是老人家秀儉嘛 守了這個地方守了三四十年離不開 這一集之所以特別呢就是 我從前到現在經歷過大大小小的不同樣的工程案跟案子 國內國外都做過 這個地方特別難做 想必一個會做工的人都有經驗 什麼工程最難做 你們家的工程最難做 做到老人家的老人家的老人家 做到老人家的老人家的老人家 爸媽還住在這裡嘛 所以無論如何還是要把老人家安頓好 人活到老的時候 不就是希望 活到老學到老 不是 是吃飯吃得飽 東西用得好 睡前洗個熱水澡 哇 怎麼了 那今天我們家 啊熱氣壞了 爸爸打電話叫兒子回來修了 身為一個工業界的超人男子 行走江湖的社會人士 當然不要犯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錯 千萬不要去做自己家的工程 所以今天我們找到一個替死鬼 掌聲歡迎梁師傅 大家好我是梁師傅 哎呀久仰久仰梁兄 對對對 客氣客氣 這個算是 講了這麼久以來第一集的正式合作 對正式合作 所以 就像我剛剛教大家的 自己的家裡的工程 絕對不要自己做 你看你如果我來裝 那做不好 對 我爸就是以後就打電話 傳LINE靠擾我 但是如果梁師傅在 對 有的時候 你打給他 對對對 我就說梁師傅怎麼換成這樣 我就跟我爸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 他沒裝好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社會 大家要注意的事情 斷點 斷點 所以你是他的斷點 他是你的斷點 社會人士都要 本來就要互相幫忙 你知道 突然講到斷點 用摸背有點斷背 其實這個算是我們一個 新的少年學術計畫 遇到神敗的時候 就是要多多學習 我們身為一個超認真學徒 走到哪學到哪 太重要 所以今天就麻煩娘師傅了 看下去 好受好受好受 等一下是先吃飯嗎 可以 沒有問題 OK的 你是這樣帶學徒的 OK 教學徒要去買便當 好 是 借了兩個三寶飯喔 好 你怎麼笑起來媽特別爽 我要肥一點的 教學徒外面就已經很爽了 教掃到就去買便當 感覺更爽 YES 你這樣做幾年 剛剛滿久的 你創業 沒有 從踏入學徒開始 那你是為什麼會開始做水電 人家說 人生經常比不上 像當初啊 我那時候剛開始 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還心高氣傲 我朋友他媽媽問我說 你想要做什麼 你家是做什麼 他說做水電 你要不要回去 跟你爸爸家裡面學水電 我回他什麼 我看他說 我要學水電喔 我不考慮 我要的話我國中畢業就好來去 可是兩年過後 這時候他又再問我一次 你想要做什麼 你有什麼想法 我跟他講說 我什麼都願意做 所以你的水電入門是 你從你家開始 嗯 跟爸爸開始 等於是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就是一個師父這樣子 對 都跟我爸爸 真的喔 那你跟你爸工作會吵架 幾乎不曾吵架 只有一次有稍微 爭執比較嚴重 錢沒算對 不是 純粹就只是因為 在查問題查修的 認為的問題判斷上 他那時候很久以前他就說 他說基本上我們不太會吵架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們開始吵架了 嗯 可能就是差不多你要 是時候準備要出去做 因為代表你對很多事情 有自己的想法 嗯 對啊 來 師傅 我們今天要換成就這一台 冷氣喔 不是啦 熱水器啦 剛剛說的 要洗個熱水澡 我吵一下 我是說你要換這一台 身為一個小學徒 嗯 小學徒這時候應該要學著師傅看的樣子 好 沒有 學徒要在旁邊這樣看 要這樣看 只有師傅可以撐著 OK 他就會好奇啦 就說師傅要講什麼 師傅講出來的第一句話 通常經句名言 對啊 他說 幹這黑白頭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暗場裡面 這個現場 通常這有兩個問題 是 第一個問題 這支是一個RF 屋外專用 對 嚴禁安裝在屋內 那當然時空誤患心理 現在這個地方鐵欄桿已經裝起來了 哦 也算戶外 對 它現在已經就是叫落日條款 如果這台機器用到壞掉 嗯 你不可以檢修 你要把它換成強制排氣 第二點 如果它還是用屋外型的時候 它用這種方式把廢氣做導引 這個動作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叫業主算違法 我們不能講說叫做違法 沒有 業主 嚇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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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是講者 對 我也算是蠻常看你頻道的 真的喔 你講了這麼多 你什麼都還可以裝 這樣子跟師傅說話 哦 我怎麼碰到的 沒有啦 蔡師傅 你要聽嗎 你要聽嗎 要聽嗎 行行行行行 這個時候我們身為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學徒 就要幫觀眾問一下 家裡在用居家熱水器的時候 你要開熱水 對 然後就沒熱水 對 然後外面的火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個火光像被打不起來 對 那是什麼原因 我們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喔 你看 啊 幫牙 幫牙 硬鈕直接斷了 這電磁外型之後 就點不火了 那電磁如果換了還不行 就是要看它的水位啟動器 還是水菇水盆 有的地方 這樣 小時候我的爸爸 其實就是我的第一個師父 雖然很多人都以為 他是工廠老闆 或者是許多工廠的廠長 但其實我的父親 他就是一個雜貨店的老闆 我的爸爸是長子 所以不管是從家裡的生技 生活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的父親 基本上每一位都是 自學的水電師傅 但是對於那四五年級生而言 其實在那個時代生存下來的男人 不管什麼樣的問題 他們碰到了 就算不會也要會 而我也是從小到大就跟著他一起 修理家中的所有東西 這補充掉了 補充了 補充了 補充 這補充老水 不是補充的問題 就是這補充皮 這補充皮 沒問題 那就是補充了 補充 對我來說 那個是一個工具的啟蒙 所以這稱之為我的 第一位工具的師父 其實 我跟他的相處時間並不長 而反而是在 當江湖上 人人稱之我為少年時 我跟了許多師父 你這個很經典耶 不是經典的 這是Panasonic Pan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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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那你剛剛講第二個咧 第二個 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危險啊 我剛才已經講完了 學徒要認真聽 是 這台安裝 比較詭異啦 它上面有這支管子 我們先把管子拿掉 是 那這個時候學徒要幹什麼呢 幫我傳東西 是 因為學徒就是要做一個 秤職的小幫手 所以就是要隨傳隨鬧 目色要比較好一點 是 來拿啊 這已經是學徒公班了 學徒有請人了 就是 其實我以前都覺得 當學徒是最快樂的時候 真的齁 你看就坐在這裡 你要什麼 OK來 要講什麼 要不要 講什麼 進度要走啦 來啦 是你的啦 實質 實質 真不錯了啦 像我們 學徒有時候還可以讓你問 以前有的齁 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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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你東西拿來你就拿來 然後等一下關鍵技術的時候 欸 沒分啦 賓兩啦 先手去買 對 關鍵技術不要看到 等一下你回來說已經到 已經到好了 怕被取代掉 對對對 畢竟我長得那麼帥 好那我們要把它拿下來了 好ok喔 那你等一下要接好 好我接好 好 塞虎你洗你了齁 塞虎你好好走 好 好 看一看 有人叫他喝湯的時候不要喝 要說什麼 接下來 這個掛架要拆掉 是 現這個主席 我們梁師傅 搭到的東西搬的時候 他那個小小的 在旁邊看著 看到小小小的大小小 他也繼續看 喔他叮得很緊 但是 畢竟的老小小真的有力 這三個燈子把它叮進去 一頂10年 三顆燈子都做了30年 喔他這個叮得很緊 他裡面可能沒有打塑膠機 就這時候我們就要拿 砂輪機把它給站 沒有砂輪機解決不了的問題 拿起來了 幫我拿一下海綿 海綿 要擦你的汗嗎 沒有要擦 環境擦一下 師傅這個旁邊的環境 要不要油漆順便騎一騎 真的喔 水泥漆啊防水 要不要順便做一下 要不要順便劈土劈一劈下來是嗎 還是說這件事情就交給你 我覺得今天應該時間不夠了 我們趕快熱一下 真的喔 同步進行好了好不好 麻煩你幫我把那個 熱水器的一個附件 裡面那個掛架 準備先準備起來 等一下喔 通常喔 我們跟學徒講 通常把任何的設備打開的時候 你要檢查 尤其是保麗龍 檢查一下保麗龍周遭 有時候會有東西在裡面 不要把它當熱色丟掉 然後它打開來 你看 師傅所以 師傅我覺得果然是老江湖 這個江湖的經驗值 就像師傅的髮線一樣高 要說什麼 師傅在你的工程 年齒裡面你有幹餃過學徒嗎 幹餃過學徒喔 有啊 你媽過最兇的是 指責他的鼻子罵 因為他就是沒有責任感 這件事情很重 因為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樣 要誠信很重要 不能欺騙 或者是你刻意隱瞞 刻意隱瞞 或是像剝洋蔥 我案情問到哪裡才講到哪裡 案情隱瞞就是沒有多多綠 不講 對 點了以後 五分鐘再告訴你 我們沒有綠茶 他說你為什麼買梅子綠進來 因為沒有多多 那人生經驗大概幾次 算暴走式的罵 暴走式的罵喔 大概兩次吧 真的喔 另外一次是有削毒抗命 違抗命令 覺得自己也是嚴重 不鏽鋼的 對 不鏽鋼 為什麼不鏽鋼的 政府有規定說我們這個排氣管是要補鏽鋼 但是他坦白講 現在我們裝這個機器喔 現在人家已經進化到 不是說只有排氣管是補鏽鋼 它連裡面的這個交換器也是補鏽鋼 師傅他這個時候 通常你們在一邊裝的時候 學爐還可以幹嘛 加油打氣 加油 喂 他也是 師傅忙了 身為一個水電師傅老闆 我只想要展現一下 不好意思喔 那到時候我再跟你面對一個事情好不好 才會感覺好像覺得我太有電話 好 謝謝你 我聲音好像不太好一樣 你接 這是誰 這是我的大地址 喂 喂 師傅好了 我超認真 蛤 我是超認真 你超認真 對阿 阿宰師在嗎 對對對 你剛有跟當當說梁師傅不回去了 梁師傅不回去了 對對對 他之後就在我們這邊工作了 那師傅在哪 我是他助手 你是他助手是不是 很急事嗎 沒有我只要讓他確認一下 這樣好不好OK而已 喔師傅OK啦 喔 不行啦 開視訊開視訊 哇好噢本人欸 有搞喔不是啦 打算確認東西好不好OK OKOKOK 全部都打高昌你了 好可以 可以啦可以 高昌你可以啦 可以 加油耶 好 掰掰 掰掰 還沒5點欸不要下班欸 非發現了 好掰掰 好OK掰掰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量這個機器的高度 高度 576 577 我們通常會抓長一點 因為他這個頭會伸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他另外那隻給的那個驅管 你看這一隻 哇這 310 所以你這邊的 待會取捨的距離 就不能超過這隻距離 不然你那是不夠長 他就再過這麼 哦這個後面比較鬆耶 鬆鬆喔 你要收割金仔嗎 我可能要換螺絲 有個要換一個1寸2 寸2的比較不好找 他通常是散裝的 這夠嗎 對厲害 不錯不錯不錯 可以具備加薪的條件 這個通常好學徒用目測能夠拿1寸2的 很少 算是奇才 而且一次就拿對了 這個學徒不簡單 不簡單 我明天可以升師傅了嘛 對 剛剛那個不是有一個快丟掉了那個東西 差點拉掉了那個 來來來來 這個嗎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Sensor是不是 Alan Alan 我們講的Sensor兼Alan 我們把它收短一點吧 好好好 我們等一下可能還是會把它盡可能的拉長 要一氧化碳比空氣來的輕 對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裝高 哦 盡可能裝高 所以它是偵測一氧化碳 對對對 它會往上飄 然後如果當它偵測到一個超過一個濃度的時候 它會發送個警報 然後強制讓這邊的風扇 強制送風 我有影響 我這個想看這個詳細介紹的 可以到梁師傅的頻道上面有 有測試過這件事 沒錯 沒錯 頻道乾爹降臨時段 AO史密斯 金剛16公升 商業級不鏽鋼熱交換器 耐腐絲 一氧化碳連動系統更安全 當它超過120ppm 發出警報 240ppm連動抽風系統 智能寒溫 溫度精準控制 超靜音系統 運轉身只有40ppm 它要切多少 不用了我自己的就可以了 師傅不用你了啦 他已經道歉想說 我今天請這個學徒來不知道幹什麼 還幫他學徒像業主一樣 其實業主的後面還有另外一個業主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業主在後面跟著看 真的喔 沒爭議是不是 對啊有什麼問題很流行嘛 你有問題嗎 我們親愛的學徒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是 什麼問題 剛剛我們用的是 電池對不對 電池 那他現在這個呢 現在這個看起來沒電池 他留了一條電源 想必應該是要插電源吧 所以我們要額外拉電源 對 握住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給一個電源啦 要砍什麼 我們砍電源砍一次要八萬幾塊 八萬幾塊 好我們要去房間裡面拉線了 來這條給你拉著 好 你等一下我會在外面喊喔 我會說喊來的時候 你就只要讓這條線 順順的走就好 沒有 這個我十年前做過 好 那就是幫忙給線 那我去外面拉喔 好 這個時候可以幹嘛 跟師傅開個玩笑 他說拉 然後我就往下拉這樣子 把他拉回來 他絕不氣死 好來囉 好 我還是不敢開玩笑 好 OK 太棒了 師傅真辛苦 你今天不是來當學徒的 是 師傅 我剛剛很漂亮的把線 這個送的很好 很好 我們現在喔 這邊線已經穿過去了對不對 不要急著剪掉 先從外面做 做了以後收線收回來 多餘的往回抽 才不會浪費 好來 鴨條來 鴨條跟梯子來 梯子先來 我鴨條 師傅讓我時間拆一下 啊 幹 我應該抽出來才對 發現了 我剛 幹 我剛 很順手 一哥 我應該把他抽不完 發現了 好 我們又要移架囉 往裡面移動了 我們在裡面這個接完 算是進入到最後的99%了 對對對 那待會呢 我們會斷電喔 這個真的要喚起我多年的記憶了 幹 這幾個呀 先猜第一個 有嗎 有 唉唷 猜對了 青春的回憶 這有睡著床嗎 懷念嗎 那個味道 欸這個房間的味道 你還怎麼熟悉 對 他家庭還有電 蛤 怎麼會 他還有電嗎 你知道為什麼有電嗎 這房間裡有愛 喔我真要講 被你搶走了就開始 過了十幾年 從現在當然是學徒 我真的覺得學徒蠻廢的 就像你現在坐在這邊的樣子嗎 對 師傅要過來一點 對 才不會那個延伸膠痠 你怎麼又從左邊換右邊 右邊換左邊 我這樣子看過去看了比較清楚 你這個影片流出去 你會 大家都以為說 喔做學徒這麼爽喔 那我也去做學徒好了 我覺得不管是梁師傅還是我們 還是各個其他業界的老司機 老司傅們 大家能夠做到一個水平 一定都是經歷了蠻多辛苦的過程 就是看我們這樣嘻嘻哈哈的 而且我覺得 你看梁師傅這樣嘻嘻哈哈的 以前當學徒的時候一定都是 苦過來了 對對是苦過來了 感覺就出來 你不要看我現在很逍遙 我的心是跟他在上面的 喔齁 真的假的 對 但是街店這個兩個人擠在那邊 也有點有愛觀瞻嘛 所以你就怕被師傅顛倒了 喔他們兩個一起被顛倒 那邊有人把他踹下來 我們這個橡膠嘛 橡膠底 你不能用手去推他 你兩個推他你會兩個 所以你不要看我這樣一拍輕鬆 其實我的腳是 我現在已經幻想了 我踹師傅下來的200種方法 我已經看到他在鏟電揮波 到電揮波這個程度的時候表示 接好 80%了 重點來囉 等一下師傅下來看到你的時候 你要站在那邊 要很忙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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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動作很重要 OK 請送電 好 我們去送電 請送電 有沒有 輸不下來了你趕快擦汗 假擦汗 這樣才不會感覺你的臉太乾淨 全身都濕掉了 從中游泳室爬起來一樣 好 我們來去量一下電壓是否正確為110 注意囉注意囉 重點來了 我們接完電之後 我們師傅是絕對不會輕易插上去的 為什麼呢 也有可能接錯電啊 對啊 因為配電我們並不了解 尤其是剛剛那種狀況 都已經斷電了 結果還會電的 所以還是要謹慎一點 如果等一下我們插下去 它的字出現了220這樣子 我們兩個就會摳貴賓 110 沒事 但是師傅我曾遇過一個狀況 我們插下去罷壓對不對 結果我們看機器 然後機器說上面需要220 那就要打屁股了 我們現在要來插電了 插下去 除非連插電都這麼插 我一點插運感都沒有 真的喔 欸 顯示出來了 42 對 這個是預設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現在的 都是可以設定溫度的 對 但是它不是只有這樣子設定而已 你現在洗的這個溫度是42度對不對 對 是不是以前都會有一種經驗 洗到一半 誰啦 誰開水突然就變很燙對不對 還有在開那個水的時候 那個水用在旁邊 你要調一點點 過去乾淘熱 回來乾變變冷了 新的時代不用了 你現在42度 你再洗42度給你 可是如果等一下有人 偷偷把水打開 沖著馬桶 它會自動控制火拍 一樣做42度 那你怎麼做要開機 可以啊 我們現在就是先請 看誰能夠幫我們把熱水打開 助手送一下水 你開啊 沒有啦 你開熱水啊 超安靜開的耶 超安靜的耶 超安靜的耶 所以你看其實你剛才問他 你開啊 你開啊 開啊 有我剛才開的時候 以前不是 叮叮叮叮叮 對對對 對對對 唉唷 這邊有一個風扇 它就是亮亮燈就是它在送風 它有在流水 欸水關變 火也熄了 喔所以外面的人 就不用在那邊喊 就是你關了沒 對對對不用 所以現在師傅 通常這個時候 身為一個厲害的好學徒 對 這時候要幹嘛 喔剩下的復原 先去跟小吳就走了 業主邀功 邀功 邀功 其實補充一下啦 如果你是學徒在做的時候 你看到師傅在做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等一下什麼東西用不到 就要先測了 對 一邊做一邊做 同時進行 不是等做完了 在那邊看完以後 收東西 叫你收這裡收 沒有 聽到沒有 說你啊 對不起對不起我馬上收 剛剛我們用到什麼 水利康 然後呢 片子 還有 還有 好趕快收 師傅 都收好了 我們要去吃飯按摩了 男人喔 手壓要扁 也要回去背包小孩 了解嗎 其實我每次看到梁師傅的時候 你當然除了會有一種看到同行 但是又同時會覺得 好像是一個你認識好久的朋友一樣 其實就我認識他到現在 我覺得他不僅僅是一個Youtuber 他絕對也是一個夠水準的水電師傅 同時也是一個好父親 很好爸爸 如果你有一天 你真的成為了一個父親 那你想當怎樣的父親 跟哪一個千金 我覺得每一個人他對於爸爸的印象 的想像 他一定就像來自於你自己的爸爸 突然是你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才會意識到說 喔原來我也有可能會成為別人的父親 就很像我從小其實做了很多工作 你到了這個工作的時候 突然你今天你要做裝潢 然後你才會想說 喔我要怎麼樣做得像是一個裝潢的師傅 你突然會當兵 當了兵之後想 我要怎麼樣才像是一個兵 反正在這不知不覺的 跌跌撞撞的社會折騰當中 結果你就突然之間 哇你變成一個老闆了 但是沒有人教我們怎麼樣當老闆 那我們就必須要做好一個當老闆的角色 之後你又在這個社會當中生存奮鬥 你才回頭一看發現 喔原來我以前的師傅 我的父親 突然變得這麼老了 那個感覺就像是 突然之間以前保護你的人 需要你了 你才不得不承認你已經 長大了 一擠電盒一擠就掉下去了 來看一下 那個方法 就是你去吧 你去吧 你去把他走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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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